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阿發修到現在車體上呢 拋光啊然後清除那個污秽啊 大概都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前幾個影片有提到 它一個燈蓋不見了 就是這個燈蓋不見了 這是一個透明的燈罩 然後上面有紋路 仔細看一下上面是有紋路的 它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想辦法 複製一個這個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我是拿之前翻模 做完的剩下的這個工具 那個樹枝塊 我們要削減一小塊 當作一個翻模的一個貝斯 我們要把它固定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固定在這裡 調整一下角度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拿去翻模的零件 用三秒膠 直接黏在上 背底座 直接固定 OK 我們直接把它黏死 我們今天零件因為不大 我們算一算它的材積 它的體積大概需要50公克左右的矽膠 然後要注入相對比例的櫻化劑 然後要注入相對比例的櫻化劑 接下來我們就必須要出動重機器 把它放到抽真空 簡單抽個真空 就可以拿來 開始 倒進去 倒到剛剛 我們把那個圓形 放進去這個杯子 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是有一點點氣泡 我們還是再來做二次抽真空 好了 我們抽完真空了 那上面有一些泡泡氣泡會慢慢消失 我們就必須靜待24小時讓它硬化 矽膠經過一天的乾燥硬化之後呢 應該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那我們就把它拿來解剖 好 你看 這就是我們要翻的圓形在裡面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矽膠 這一個綫帶膜 我們就要拿這個來翻透明的這個頭燈 OK 那我們現在要翻透明鍵 所以要用環氧素質 透明的這個是主機 它的比例是3比1 環氧素質是用重量比 因為我們要的量真的很少 所以基本上只要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我們用主機6 然後 硬化劑2 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因為東西滿小的 我們就做簡單的一個翻模複製動作 模具準備好了 然後環氧素質也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其實我們用量只要這麼一點點就可以了 經過了一個晚上的硬化 應該都沒問題了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 好 這個要做兩個 兩個一樣的 好 我們就這個複製完畢 等一下就把它拆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各位如果喜歡 請記得訂閱按讚 並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可以按讚 我們可以按讚 我們可以按讚